她剛開始是用音符的心 然後去走慈祭 因為我這樣做 媽媽就不會難過 不會傷心 她因為這樣子而去走 實在是 坦白講 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奇葩 子娜師姐真的是一個 很包容性很強的人 不管是她對待她的婆婆 或是她的老公 她真的是全面性的支持 包容的 但是她其實用那種 很俏皮的方式 那雖然說子娜師姐 她也是一個很 就是嫌棄良母型的 可是她對於 對方的調皮什麼的 她也是完全可以跟她 就是一打一唱這樣子 對